大家好,我是小花,欢迎来到你和我的阅读时光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的话,可以帮我订阅分享,按赞下吧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名字在哦,喜欢把谢谢挂嘴边的人,往往就五种人,作者杜言心。 都说看情一个人,很难很难,但其实想了解一个人,看他的说话方式便可知其一二。 比如说,总是炫耀的人,多半内心自卑,需要被认可。 经常抱怨的人,往往也听不进别人的建议。 柔声细语的人,通常待日温和,这样就要良好。 想起一个引发热议的调查,有一个外卖的平台,给十二万骑手发了问卷,问他们最想对用户说什么。 结果说回来得票最高的三句话是,及时接电话,把收餐地址写对,收餐时说声谢谢。 前两个很正常,但是最后一个却出人预料。 有些网友反驳,我花了钱为什么要说谢谢? 阿松外妈都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感谢他们啊? 幸好令人欣慰的是,大多数人都得起手说声谢谢。 而那些喜欢把谢谢挂嘴边的人,通常是以下这五种人。 第四种,要谨慎。 第一种叫心怀感恩,美好增备哦。 在新道圣和福一生的嘱托中写道,谢谢这个词,意思是难得拥有的,也就是难得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。 其实,一句真诚的感谢可以给别人带来温暖,抚平心中的苦闷。 因为感恩是对对方的认可,让对方感受到肯定,愉悦的心情持续更久。 有时候,一个简单的谢谢能换来一整年的好心情。 之前有一位读者分享他的经历,在公交车上给一个小女孩让座。 她那颗大大的眼睛冲着我眨也眨,天天地说了声谢谢,那一刻我的心得患了。 我认为,只有清楚明白帮是勤奋,不帮是本分,才是真正的感恩。 喜欢说谢谢的人,会将别人的帮助铭记于心,而谢谢就是她内心中的一种感恩的反馈。 他们对于别人的付出不觉理所应当,对于亲朋的关爱不会习以为常。 他们的感恩之情也一定会让生命中的每样美好倍增。 有些人在面对不如意的时候,就开始怨天尤人,内心愤愤不平。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,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。 但是,当他们一方分顺的时候,又常常忘了感谢,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,一切都理所当然。 有时甚至吃着碗里的,看着锅里的,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。 语言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,一声谢谢它所蕴含的意义让人欣喜,因为这是对他人的肯定。 在餐厅吃饭,对服务人员表达谢意,在同事帮你的时候道谢,对伴侣的陪伴说声谢谢等等行为。 既感谢了对方,又表达了自己的善意和肯定,是一种极极乐观的心态。 一个经常表达感谢的人,一定是一个善于发掘他人优点,懂得欣赏美好生活,充满正能量的人。 有些人越活越没有意思,而他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,能把日子过得明朗可爱,自己也常常被小幸福满足,和他们相处,显直让人如沐成风。 那么第三种人呢,叫礼貌待人,修养高的人。 某一天呢,有一个人走到商店的门口,特别留意观察,当他给后面的人扶门时,每个人的反应如何。 经过几轮测试后他发现,路过的这些人类,有人会直接大步走路,无视他的帮助,有人则会面对微笑,点头对他致血。 而这些细节,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。 现在留心一种说法,当一个人在追求你的时候,那约会时一定要去外面吃一餐。 如果他对服务员的态度很不内烦,甚至是命令指责,将服务员的服务视为理所当然,一副大爷的姿态,那你就要小心了。 他大概率也会将这种姿态用到你身上。 谢谢两个字无疑是我们从小到大使用最平凡的文明用语。 我认为,说声谢谢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,更能体现自身的素质。 是一种宝贵的修养。 无论对方的身份地位如何,我们都应该尊重别人的劳动和付出,这才是发自内心底的善意。 第四种叫,有分寸感,保持距离不越减。 为人处事,有一条重要的潜规则,就是交往要有分寸感。 喜欢说谢谢的人,往往也能够保持距离不越减。 做事有准,进翠有度,为人有责。 这样的人呢,温和谦逊,有分寸感,又懂得为他人考虑。 但同时你也需要注意这种特殊的情况。 当一个人对你过分客气,即便你们认识很久,他还时不时因为一点小事对你说谢谢,这时候你就要多加注意了。 这说明他在有意与你保持距离,可能不希望你过多地介入他的私人生活。 比如说,男生向女生表白,女生只是道谢,那么这个谢谢就是委婉,又不是礼貌的拒绝。 其实人际交往是门学问,远了疏离,近了身险。 其中的秘诀在于把握好一个度。 对朋友不预计,对亲人不随便,对爱人不控制,不试图揭开彼此最后的面具,保持适当的距离,才能保持良好的关系。 而懂得说谢谢的人,往往也能掌握这个相处之道。 最后一种呢,是同理心强,顾虑别人的感受。 经常说谢谢的人,比较能够感动深受地理解别人的情绪,他们不仅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变化,还能感受到他人是否需要支持和鼓励,别人也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尊重和鼓励,从而更加信赖他们。 同理心和共情,让他们成为了很好的倾听者。 那么,情侣之间,也要多说谢谢吗? 多伦多在学有一项研究表明,伴侣表达感谢可以摄露回避性依恋和焦虑性依恋。 对关系满意度,承诺的负面影响,还能减轻不安全依恋的消极作用。 婚姻里,很多人都会吝啬对另一半表达感谢,却常常苛责对方。 其实,如果伴侣时常因为一些事跟你道谢,比如感谢你的相伴,谢谢你送的礼物等等,就说明他非常珍惜你为他做的每件事,也深深把你放心里。 在我眼里,经常说谢谢的人,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最思考问题,就像一缕春风,很会体贴和照顾生命的人。 朋友都愿意向你倾诉,所以善解人意的他们,人缘往往也很好。 一个人怎么样,看他说话的方式就知道了。 经常说谢谢的人,他们心怀感恩,善意发现别人的优点,有修养,掌握分寸,能换位思考, 言语间让人舒服,态度上让人暖心,和这样的人相处,简直让你如母春风。 请让说谢谢成为值得我们潜意识的一种习惯,也愿你我都能珍惜那个常说谢谢的朋友。 对,请记得珍惜我。 我是一个超级喜欢说谢谢的人,我真的是对任何协助我的人,跟帮助我的人,在有条件的情况下,或是下意识,我就说谢谢。 哪怕有人跟我说,小花我们可能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,要做什么决定,退友啦,跳槽啊什么的, 然后我都会说谢谢,辛苦了,之类的,就是我是很有礼貌的去回答这个东西。 那有些人就会说,他都有离开帮派或是退友之类,有什么时候我说谢谢的, 我说谢谢是一个礼貌的部分,还有就是他确实为帮派付出过,哪怕只是一点点。 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去感谢他,不正的一定要衡量他做了多少,他至少做过。 然后还要说谢谢的部分,比如说像我跟敦敦啊,敦敦只要帮我一点忙,我就会说谢谢, 他每次说我三八,都那么熟,有什么好说谢谢的? 那我跟他说,我跟你说确实是应该的啊,你确实帮我,不应该,就是你不帮我是本分, 可是你还是愿意帮我,我是真的很感谢你才会说谢谢, 然后我还会跟你扯气扯吧,就像你女孩的那个什么跟男孩的部分说谢谢, 他是属于一种礼貌委婉拒绝,因为如果有些人说,啊谢谢你啊, 我请你吃饭,哦,他是有笑文的哦,但我只是说谢谢, 嗯,就是到此为止画的据点啊,所以我觉得, 会把谢谢说在嘴边的人呢,还有一种人, 就可能是你们没有接触到的人,有一种说谢谢的人, 他真的就是嘴巴上说谢谢,他是假装非常有礼貌, 然后带着一个面具跟你说谢谢的,因为他转头就是另外一种人, 或者说他可能很有面子,在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的温和, 十分的好相处,然后他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, 别人给你拿东西跟服务员,就是像说你要约他去吃顿饭嘛, 看他怎么对服务员的态度,我跟你讲,我就是遇过这种人, 他对服务员他都挺好的,然后哪怕出点问题, 他也不会很凶狠恶煞的去对服务员, 就是很OK的,就很nice, 可是他私底下根本就不是这种人, 他会把所有情绪累积起来, 然后有一天爆发在生命的人身上, 就是情侣部分,然后朋友部分, 就是所谓的一些亲近的朋友, 也没有什么亲不亲近啦,就湖盆狗友之类的, 他会在外面做得非常的完美, 其实也没有完美,就是客气, 可是回到家再来爆发, 这种人说谢谢你是可以接受的吗? 所以说谢谢我觉得要多加一种人, 就是虚伪的人, 但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很难判定他是不是, 因为你不可能就比如说七皇哥接触了一个, 很会说谢谢做表面做得非常好的人, 可他回家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, 超级泼妇还是什么之类的, 可是在表面上你根本感受不到啊, 他在你眼前怕不会显示, 那你可能只有相处或是在一起才会知道啊, 可是这样付出的代价真的太大了耶, 因为我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, 你会影响身边变成什么样的人, 而且你是什么样的人, 然后你看别人就是什么样的人, 在我们之前分享过文章当中, 我真的非常肯定这句话, 你心里是黑的, 你会觉得你看到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黑, 或者比你更黑, 你是白的那一个, 所以我觉得说谢谢是礼貌, 这是我们活到现在进入我们超级时代的, 这种非常现代化时代应该有的, 基本的礼仪哦, 就是哪怕商务礼仪哦, 就像送外卖的部分, 其实每一个送外卖的, 因为最近有外卖都是我妈拿, 不是我拿, 如果有机会我拿, 我都跟她说谢谢, 然后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, 我都会留言说, 她可能说什么不好意思, 外面下雨天什么可能会卖, 我说没关系, 我请慢慢来注意安全,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共理性, 就是共鸣, 然后那个同理性的部分, 为什么说要跟外卖说谢谢哦, 因为虽然你是花钱挺她送来的, 可是她也付出了她的劳力, 她也很辛苦, 甚至她为了让你得到的外卖更完整, 然后更热乎乎的送到你的面前, 她在路上可能会经过很多的风险, 就是就算是安全驾驶的情况下, 她也有遇到很多的风险, 刮风效, 尤其是台风天之类的, 她们真的很辛苦, 难道没有你们那句谢谢可以给她吗, 我觉得谢谢是人之常心的事情, 也是一个人基本的, 修养的部分, 记得要珍惜所有, 真心跟你说谢谢的人, 下意识说谢谢的人,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, 那么明天就再见啦,